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俩看了题目 积极讲道 我先给你讲个故事 小微 你向来聪明 听完一定就有答案了 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宋代 多种钱币同时流通 国家财政不稳定 不好控制市场 于是就有人提议统一货币 特别要舍弃陕西的铁钱 但这个建议经过讨论发觉会造成市场混乱 所以并没有实行 然而消息却变着花样地传了出去 说是朝廷要罢掉陕西铁钱 大家赶快用掉 晚了就一文不值了 一传十 十传百 没多久就传遍了邻里乡村 大家听说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要废了 这还了得 纷纷拿陕西铁钱去抢购东西 老板们自然也是知道消息的 也纷纷拒收陕西钱 这一来一去 大伙彻底慌了 市场大乱 治安也变得不稳定 皇帝一看 这可了得 于是找来丞相文彦博处理这件事 丞相却不慌不忙 没有去陕西 也没有发通告 而是拿出自家所有的丝绸 托城中最大绸断老板代卖 特别叮嘱 不要其他的钱 只要陕西铁钱 老板照办 大家一听 第一天就挤破了门 别的店家也都来打听情况 一听是丞相让代卖代收陕西钱的 都放下心来 连丞相都要铁钱 看来铁钱是不会废纸了 消息传出去 老百姓们也都放下心来 一场市场动乱就这样被平定了下来 这里文彦博用的就是 腹底抽心之计 腹是古代的一种锅 心就是柴 把柴火从锅底抽掉 那锅自然就慢慢变凉了 煮啥都不成了 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用作计谋的原文是 不敌其力而消其事 对下前上之相 解释说来呢 就是不直接面对敌人的锋芒 而是设法虚弱敌人的气势 某某讲道 对 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 就是在这场战役里 巧妙运用两次腹底抽心 由弱转强 以少胜多 赢得了胜利 三国前期 各部分势力 你争我抢的打个不停 其中 在河北地区活动的袁绍 发展正盛 洋洋得意的他 带着十万兵马 对阵曹操的两万兵马 袁绍认为胜算很大了 上来就直攻白马地区 实力悬殊之下 曹操想出了 釜底抽心的妙计 曹操表面上放弃白马 让主力部队 在河边摆上渡河的架势 袁绍担心曹操 一旦渡河成功 后方危险 忙掉头阻止 曹操这时 捡机会来了 派精锐部队回击 成功夺回白马 第二轮 袁绍学乖了 小心试探 步步为营 两军相持了很久 俗话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这个时候 粮草攻击 显得尤为重要了 袁绍在不远处 囤了一万多车粮草 却派了个嗜酒如命的纯鱼穷将军巴授 曹操消息灵通 打探到情况 决定捣毁粮仓 夜深之后 曹操亲自带着精兵 打着袁绍的旗号 一把火点燃粮草堵 浓烟四起 万车粮草 瞬间化为灰烬 袁军听闻 各个惊恐万分 曹操看准心里 发动全面进攻 果不其然 袁绍的士兵 溃不成军 狼狈逃回河北 小薇听了这两个故事 十分受用 原来釜底抽星 就是要找出问题的根本 回到座位上 他又耐心仔细地读了题目 把冗长的文字 圈圈画画 理清主次 哪个是提眼 哪个又是故意出来捣乱 搅合的 一一划分好之后 小微分布 一点点解题 一番运算下 正确答案 应运而生